嗶!BB糖! 我看不見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冷氣的關係 開場了 Hello everybody! Welcome back to today's vlog! 大家是不是覺得我的開頭沒有咖啡 覺得心情有點不順暢呢? 怎麼可能沒有咖啡呢? 今天是星期六 然後我今天非常爽的睡到中午快12點才起床 我不知道 Technically 我是大概11點鐘的時候起床 然後開始滑手機 就是追蹤一下世界各地的大家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我12點才起床 然後我現在要來開箱一個包裹 那這個包裹呢 大家看到這個應該是要從哪裡寄來的吧? 沒錯 這個是我一個台灣的朋友Ryan 跟他的女朋友22 他們寄給我的一個包裹 其實我有忘記他們為什麼要寄給我東西了 啊! 就是我有一次發了一個story說 我最近很容易過敏 然後Ryan就message我說 欸你有沒有需要好用的那個過敏藥 他可以寄給我 我本來想說只寄一個過敏藥 就很麻煩人家 所以就算了 但是他很堅持嘛 我想說好 那既然你要寄 我就說不然你就是寄一些台灣的零食啊 什麼台灣的東西給我 然後我就是當成開箱一個surprise package這樣 所以這個是我今天要做的事情 然後他包得非常的完善 所以你看我 我已經大概開了有30秒吧 我們來開箱看一下裡面有什麼 這個也太台灣了吧 首先呢就是這次主要的目的就是過敏藥 這個牌子我好像沒有吃過 我跟你說我已經吃clarington吃到沒有效果了 所以我就是最近 除非到真的嚴重到不行 不然我就會盡量忍住 然後就讓他自己過去這樣 持續性鼻炎治療藥 有一張他們給我的卡片 cute 太可愛了 他說他們去淡水買了一些台灣古早味的零食 大家有玩過這個嗎 打蛋豬雞 涼喉糖 明星花露水 天啊這個也太古早味了吧 ok這些真的都是我的童年回憶啊 大家有吃過這個漢堡嗎 burger軟糖 還有這個 足球巧克力 BB糖 這個是可樂口味的橡皮糖 就是你咬可以把它咬到很長 然後再咬斷這樣子 對聽起來是不是好像很無聊 但是這個真的是小時候的回憶 然後還有這個水果糖 然後鮮魚片 然後這是什麼 魷魚片 真的超級無敵久沒有吃過這個 我在香港好像也沒有人看過人吃菲蕾 我等一下吃給大家看 這個是巧克力醬 可以直接這樣子咬著吃的巧克力醬 Gummies 它的名字叫做Ring Pop 就是你可以像戒指一樣戴在手上 你就可以一直這樣子吃 這個也是 我很小的時候 我很小的時候表示就是很久之前了 ok 但現在的小孩不知道還有沒有在吃這個 但這個真的 古早味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是蛋珠口香糖 這應該也可以喚起很多人的回憶吧 然後這個是什麼 太空氣球 有人玩過這個嗎 就你可以這樣吹 然後吹出一顆球 這個我沒記錯的話 應該是螢火蟲之木 它們裡面吃的那顆水果糖 螢火蟲之木大家知道吧 就是每次看都會哭得稀哩哗哩的那個 哇今天真的太開心了 謝謝Ryan 謝謝22 我們吹給大家看這個 它就是長這樣子一塊 好 然後因為現在要準備換季了嘛 然後我前陣子就 也整理出 我覺得我之後不會再穿的衣服 打算把它捐掉 然後這些呢 我都是已經洗過 然後晾乾 然後確認過上面沒有一些污漬啊 或是毀損之類的 那希望這些衣物可以找到 他們下一個家 就是比我還要更需要他們 的人 其實很多衣服呢 都狀態都還是很好 但是我發現 我可能 我穿衣服的風格變了 或者是我發現 欸發現可能穿在我身上 不是那麼的好看 所以 是一樣 現在夏天到了 我開始開冷氣了 然後我覺得 我不知道是不是冷氣的關係 我發現每次只要開冷氣就會過敏 所以 在想 是不是要去找 那個 清潔公司來清一下我的冷氣 就我搬進來大概也快半年了吧 我就好像可以清一下 在這裡 在那裡 查理一下 好的 我現在人在GaGa的studio 然後我剛剛拍了一支我自己的影片 然後現在Killing跟Boris在這邊拍他們的影片 那給大家看一下就是我們今天的晚餐 我們今天晚餐吃的是餃子 是吧 聲音科 我們在台灣囉 YA 我們在台灣 我唱歌很好聽 請聽我的歌 謝謝你們 因為我偷偷 男朋友不傻 謝謝 希望你不要後悔 我出現 你的光能亮著我 你是遙遠的星 我可以看到你什麼 照影子最亮的光芒 先睡著了 不好意思 多了 儘快儘快 first thing first thing in the morning 影片記得拍照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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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我昨天唱完K鬼聲音都不見了 我現在要去家附近的咖啡工作 我喜歡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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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咖啡 我们现在回到家了 我跟你说我觉得我家真的没办法维持两天的干净程度 我每次打扫完大概过两天 我的家就会再度呈现一种很混乱的状态 就是盒子啊东西啊 就是到处放 就是到处都有这样子 然后想跟大家分享我最近买的一个东西 我最近开始爱上Aso 然后这个是我最新买的Room Spray 它的味道是Extrose 是这样念吗 它里面有Pink Pepper Lavender跟Tobacco 它是一种比较草本Herbal一点的味道 我每次大概都喷个两三Palm 然后我的整个客厅就会闻起来香香的 就是很有草本的味道 好累啊 明明我今天也是睡到11点 为什么还会这么累呢 哇今天外面有31度 最高有33度耶 真的是又到了开冷气的时候 天啊我距离上一次在家里一直开冷气 是去年在家work from home的时候 怎么这么快都一年了 虽然不知道这支影片上传的时候会是几号 然后到时候的状况是怎么样 但今天呢是5月16号 然后台湾的本土案例就是激增了100多例 那嗯 其实我觉得 就台湾其实从疫情爆发以来一直都控制的 我觉得算蛮好的 然后这一次本土案例一爆发 我觉得大家都 我觉得大家心里一定很紧张 就这段时间我们共体时间 尽量待在家里 尽量这段时间没有必要 就少外出 或是至少不要去人多的地方 不要去聚会 然后勤洗手戴口罩 就这些你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别人 有些东西 呃 现在已经发生的 我们就努力的去控制它 努力的去不要让它再恶化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一定可以撑过去的 好 泡 那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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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recuperation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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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那时候选的配方都大部分是有助于 梳眠跟减轻压力的 因为我最近的睡眠品质很不好 就是睡也会起床 嗯 就是睡一睡起床可能还是觉得很累 或者是 好了就是很累 然后我晚上睡觉前就会这样 稍微喷在我睡觉的枕头啊 被子啊上面 然后大概5到10分钟之后 就会有一种淡淡的香气 那你睡觉的时候就会比较舒服 所以 蛮好玩的 我现在对于香氛真的是 超级感兴趣 然后今天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 我之前不知道为什么 从来没有跟大家讲过吧 应该 就是 虽然我看起来 好像很不像会追漫画动漫的人 好啦事实上我也真的不是 因为 我连海贼王都没看过 不过呢 我还是有追过一部 其实不应该算是动画 就是它是从小说开始 后来有出漫画 然后也有再出到动画 但我个人最喜欢最喜欢的 它是它文字版的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登登 有人有看过吗 彩云国物语 我可以说我以前爱他爱到就是我去台湾的漫画补览会 然后反正我就是把整套书都带回家 他每出一本新的我就立马熟到冲去书店买这样 彩云国物语是一个日本的作家写的一个虚拟的历史小说 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不是狗血的历史小说 它里面每一个角色的分工跟定位都超级清楚 然后是那种你会就是不断被吸引 就是它的个性太鲜明了 所以你就会一直不断的希望往前看 往前看往前看 在看的时候你很容易就会把故事跟这个角色连在一起 然后除了它完全不狗血之外 它里面其实还有很多的故事啊设计都是我觉得很有意义的 就是人生的意义你知道吗 对就是我怎么办 我好像很不会解释他这个故事到底写的有多么多么的好 好到我觉得跟那个哈利波特给我的感觉是一样的 就是每一本看上去哇 我今天其实也不是特别要来推荐他啦 我只是前阵子跟朋友提到 然后他们就说原来你有看草原国物语 我就突然之间又回想起我当时有多么多么多么爱他们 甚至我台湾的家我这样躺在床上 我就贴了一个海报在我的天花板上 这样我睡觉的时候就可以看着草原国物语的男主角们睡着 对你看我那时候有多疯 准备来重温一下我的草原国物语 之后我就要去睡觉了 然后明天又是星期一又要上班了 啊上班族的悲哀 那今天就差不多到这里 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吧 拜拜 by bwd6